欢迎打开罗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活个精彩 The Upsom 翻拍至2001年的 法国票房冠军逆转人生这部电影 改编至真人真事的 法国富商自传第二次呼吸 在好莱坞的版本之前 也已经有了印度 还有阿根廷的翻拍版本 其实在当年 法国原版的逆转人生上映的时候 就已经有听说 好莱坞要翻拍这部电影了 但是一直到2017年 才正式在影展上面首映 而又因为温斯坦事件之后 整个电影公司宣布破产 一直拖到今年的年初 才正式上映 由Neer Berger 指导 他之前拍的电影评价都不是太好 包含了Edward Norton的 魔术师电影《魔幻至尊》 还有Brady Cooper的电影版《要命效应》 以及Shirleen Woodley的《分歧者》 活得精彩的演员阵容 是让人觉得蛮新鲜的 包含还没有在电影上面 有代表作的老白 Brian Heston 以及Kevin Hutt 还有Nico Kimmon 饰演两个主角之外的一位小秘书 我还蛮意外的 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因为我其实在看完 法国原版的逆转人生之后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而这最大的功劳 会归功于主角们亮丽的表现 以及演员之间精彩的化学反应 剧情叙述 一位超级有钱的富商 因为遭遇了一场意外 导致四肢瘫痪 只有颈部以上可以活动 而一位刚从监狱出来的男子 他完全没有看护的专业知识和执照 却成为了这位富商的生活照顾员 两个人从互看不顺眼到 后来产生了一段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 不对 这是《我就要你好好的》的剧情大纲 没有爱情那一段 他们是两个男的 两个男的也是可以有爱情的 但这不是重点 总之跟《我就要你好好的》的剧情设定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把爱情的部分换成友情 其他就几乎都一样了 那你千万不要说《活个精彩》是抄袭《我就要你好好的》这部爱情电影 因为《我就要你好好的》是改编至2012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而在一年之前《活个精彩》的原版法国电影《逆转人生》就已经上映了 这部电影很倒霉的除了这个设定后来被拍成更卖钱的爱情电影之外 放在今年上映就是一个拿来对比《幸福绿皮书》拍的有多成功的一部电影 同样是在讲身份地位悬殊、肤色种族不同的温馨喜剧片 我不是说《活个精彩》不好看 而是一相比之下 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秀的《幸福绿皮书》 但它原来是相当的好看 寓教于乐讲述如何去追寻人生幸福的喜剧片 《活个精彩》相较于《幸福绿皮书》 就没有它阴暗严肃 在有些地方上映还要被剪掉的那些部分 也没有什么历史啊时代的背景要先知道 它就是很简单的两个不同的人之间意外发展出来的一段友谊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是来自节安不同世界的人 才可以突破彼此的盲点互相帮助对方 用不同的角度去影响另外一个人 我在当老师 我常常会感觉到要改变一个人 要让一个人改变思维模式而得到快乐 这真的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但这部电影告诉你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有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容易自然而然的 虽然这又是一部有钱人就是任性的电影 但有钱买不到快乐都还是这部电影里面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能有个真心诚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 并学会珍惜身边的人 那才是永远的快乐 这部电影跟法国原版的剧情设计有一些些的不同 它按黑人的角色拥有一个家庭 显得它更有责任感 也让我们会更认同这个人物 而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 则跟电影的结局有关系 故事的重心也显得更偏向这个负伤白人一点 更让它是那个有钱买不到快乐 需要被拯救的对象 我觉得这些改动都是成功的 让整个故事变得更戏剧性也更通俗 当然也更中产阶级一点 以一部娱乐性为主的温馨喜剧商业片来说 算是对的做法 在演员部分则是让我更感觉到 幽默还有趣味 我真的觉得是靠这几个演员 在喜剧表演上面精准的拿捏 帮这部电影生动不少 很多好看啊 好笑的地方 都是在这些演员 让人舒服的喜剧表演上面 常常是用自嘲 或者是接受被嘲讽的方式 来表现幽默的 Kevin Hawk 再也不是那个嘴巴停不下来的角色 而是一个改过置新的好爸爸 Brand Caston 也不是那个什么都放在心里面演的角色 而是爱捉弄这个黑人看护的残疾人士 当然整部电影只能靠着下巴 还有脸部表情来演戏 也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而妮可基曼则是相当诚实的 饰演一位假正经秘书 不过剧本先天上的限制 让这部电影没有办法提高到更高的层次去 也因为导演取舍的关系 少了一些叙述还有铺陈吧 感觉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然后什么事情就很顺畅的一路发展下去 缺少一些让人休息沉思的部分 在前半段也有一些地方 让人感觉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但也就是说 这部电影的娱乐性更高 更适合解压 或者是在电影院里面放松大笑 同时它的故事也是 让人能够温暖人心的老派剧情 活个精彩 重点整理 这是一部演员表现精彩的温馨喜剧 剧情人物简单清楚明了 两个主角之间的动人友谊 相当的温暖人心 是一部娱乐性高的减压电影 特别推荐给没有钱没有车 也没有半身瘫痪 但也找不到快乐的你去欣赏 活个精彩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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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